大家好 欢迎回到法庭芒新闻的节目时段 今集有个许流山 请大家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政行部 再加上浪费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多点回来欣赏一下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今集回来要跟进47人初选案里面 赵家燕这个鬼头仔第二个终于上庭去做工 今天第二天 有个相当震撼的震撼蛋 不知和我同一个地区里的蕭若元收到消息了 会不会吃吃饭的时候 中午的时候 甚至乎吃早餐的时候 有这个消息 赵家燕连我的名字都供出来 其实蕭若元很久很久之前 无端端去了台湾 就说跟他老婆搞移民 理论上来说 他就应该是拿到相关的身份证 这么久来说 拿不拿到就一件事先 他那时候也说过 自己是不是要亡命天涯 有港区国安法之后 有其他不同的虚步行动也好 当然那时候也没有关他什么事 甚至乎 到今时今日来说 蕭若元说了这么多 你没有说见到国安署方面有点名 或者甚至乎不点名地去华销 始终未见 但是蕭若元撑这一帮人的态度 已经是相当相当明显了 好了 说回今天第二天赵家燕去说的东西 我们先给大家一些顺序 不要这么快一跳就跳进去蕭若元的部分 认识他 或者是在他的区里面接触过他 其实他说话都挺能言善变 或者都挺流利的 不知道为什么在庭上就相当谦卑 而且也很客气 就是多谢主控 多谢法官大人 多谢前 多谢后 和他过往来说 在不同的场合 有时他都挺串嘴的 或者叫做把口都挺聪明的 为什么去到法庭上就口窄窄呢 这么个笨笨顿顿的 重点一点点说 主控曼德豪就问到赵家燕 欧罗轻提到有关的初选计划不局限于欧隆东 他都回答 没错 也都问到他的民主动力在35加里面的角色是怎样的 记住 民主动力这堂是属于他的 他说他自己代表民主动力去参与这个讨论 是分享民主动力在2017、2018年 保选的民主派的初选经验 而给他们的与会者去参考 也都跟他们所说 当时本来的2020年的真真正正的立法会选举 怎样去用一个初选的形式去做协调呢 继续再说 当时的民主动力是未有去答应的 或者是去获得其他与会者同意去做这个初选 他用那个字眼都挺有趣的 而是由民主动力去承办做这个初选 是未去到这一步的 某程度上说 他用承办这两个字 我也觉得挺有趣的 他好像当是接一个工作回来做 我们要记住 你说承办的话 我其实对这东西是35加里面 那个情感是不是叫做躺身下去 撑戴耀廷的真揽炒十部曲 或者这些什么宪政什么的 好像有一种轻微切割的意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就觉得很强烈 这种切割的感觉 就是说我只是承办你这个初选来做 你初选背后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呢 我又没有这么细致去撑包你 要35加要变天 要夺权 虽然我们看到赵嘉然也认了罪 究竟是否想撇清一些关系 尽量去得多少 他说因为等到戴耀廷和欧乐軒 他先展开商讨之后 他说是去到2020年的5月左右 才叫做很具体的 是由他们两个作出一个邀请 去承办这个初选 因为在3到5月头 当时民主动力是获得一个赞助 去推行这个叫做选民登记的活动 接着就来到这个核心了 主控曼德豪再问 谁是选民登记活动的赞助人呢 赵嘉然就说是资深传媒人邵若元 也有点恶言 接着就追问赵嘉然 是有什么原因要赞助你们这样做呢 赵嘉然就说 因为当时整个社会民意都希望 他们这件事可以搞到立法会的议会过半 但是很多技术上的东西 说到这个位置 法官李运腾就打断了 他说怎样叫做社会的民意呢 再追问下去 那你什么叫社会民意 全部都是这样吗 你们做过民调吗 我想法官的意思是这样 赵嘉然就再补充了 刚才我都说了他很谦卑的 法官打断他 这样问的时候 他都会说一声多谢法官各下 他说要再解释清楚 应该就是就着支持民主阵营的市民 希望整个民主阵营可以在立法会拿到过半的议席 来拿到主导权 哇 那就是说了他们的动机和用意 究竟在哪里 再接着 李官也问了 那问一下赵嘉然 那基础是什么呢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被告席一度就传出笑声 有点想补充 那赵嘉然他作工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他不想去看这帮人 还是没有胆去面对这帮被告人 据说他一眼都没有看他们 笑就笑吧 那之后赵嘉然就说了 在2019年底的区议会大胜之后 很多的地区议员 在地区工作方面开街站 收到很多市民的意见 他说他想表达出的 就是不只是透过网上或者传媒的讨论 而是他们实实在在在 在实地上听到一些相关的意见 你走过来和你们谈那些围奴的黄友 那当然是说 好啊 成性追击的进去立法会了 那你就信了 不是吧 那开始有阿萧的出现 那你说阿萧有没有犯法呢 有没有是一些违法行为呢 老实说 听起来又未算是一些违法行为 除非找到证据证明阿萧是推这帮人 去配合戴耀廷的揽炒十部曲 那就开始有些机会了 那我们听回主控曼德豪继续问 一些关于阿萧的赞助活动是怎样的 那我赵家仪怎么说呢 他说就着刚才提到的民意 就是他们这样去收集民意的话 觉得要立法会是要过半数 即是要超过35席 就为之叫35加 那技术上是有一些的困难 和一些工作上是需要处理的 那这一点呢 我们N年前 即是他们说35加这个时候 我们其实已经笑过了 也有解释过 所以我不会重复太多 技术上的白痴和那些低能仔 背去信35加议会过半之后 可以叫做成功到十部曲 和那些五大诉求 这个是神经病的 所以你信他们这个大话 或者虚无缥缈的光复大计 其实N世纪前 芒果佬王毓民全民制宪五区公投 说要五个进去立法会 到最后只剩下郑松泰一个进去 到最后变成了什么呢 有版你看的啦 这帮傻子 而普诚这些他们未必会看 或者未必会上眼 或者未必会记得 他们究竟做过些什么 但是整个郑松泰动了 你都看不到 我不知道你们究竟是爆眼泪 盲了一只眼 好 先回来 那技术是怎样呢 问题在于 本身就着戴耀廷有建议 就着地方直选五大选区里面 就是66443 即是五大地方选区 加上预计民主派可以拿到的议席是23席 距离35加 还有十几席 即是还有13席 即是还要在另外的选区里面 拿到额外的13席 才可以到过半数 当然了 赵佳燕也突然间会记得 在庭上 当时的民主派阵营 有一些传统功能组别的议席 都可以比较稳妥 例如大家还记得 那个电脑 法律界的郭榮鏗 现在就去美国教书 去了加拿大 蹲过一段时间 他本身是加拿大人 法律界 会计界 教育界 业劍员 资讯科技界 莫乃光 然后还有社会福利界 邵教津当时做过社福界 卫生服务界 另外还有超级二席 拿一拿 都可以拿到三席 如是可以够35加 好了 来到阿萧 而当时萧若元前辈 挺过人 所以我们说 赵佳燕突然间变得那么谦卑 他说他是有特别提到 有几个计划 例如批发及零售界 饮食界 进出口界 这三个就是他 希望可以透过他的赞助的 选民登记活动 加大新增的选民登记的效果 将多些新增的选民登记在底下 那就可以将现有的功能组别底下 由建制派得到的议席底下 要转由他们的民主阵营而获得 即使阿萧的意思 刚才提到的几个界别 即是你们搞好些 那个选民登记 加大些 你们功能组别 那些登记人数的选民的基础 你多了的话 如果多了是他们自己人 即是你吸到一堆油 记住 如果由泛民他们搞 这些登记选民 那当然是引到他们这些人 就过来登记 那如是者 扩大了他的基础 就有机会 就拿到几席回来 哇 真是厉害 那肖若元就献计 那你说这个计谋 是不是很庞大呢 或者是否真的叫做 好能够叫做变天呢 那当然 他叫人去登记做选民 是不是有犯法呢 他不是搞初选的选民登记 要搞清楚 那是真正的政府的选民登记 某程度上 阿萧是在搞的一样 是帮助政府叫人去做选民 只不过到时你做了选民 你自己也认识了 记住 头发泛民 到时就35加 一定行 你说可不可以足以去拉阿萧 那我又觉得 又未到 但是我们都要换位思考一下 将心比心 在萧若元的角度来说 我们现在看到萧若元的问题 牵涉到这里 是站住 去到这个位置 那赵家然之后 还没有什么爆料 可以说出来 是和阿萧有关的 那会不会说 到时做了初选之后 又有什么 有什么 给他们什么 在真正登记 参选 做立法会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 的献计呢 当然 阿萧这些 生意佬 无保不落 他这样做 会不会有另外的目的呢 我们可能要迟些 看赵家然再说 我们才知道更多 我们可以再说多一点 除了阿萧之外 还有爆了什么 在今天3月30日下午的时候 赵家然都说 记得公民党的记者会上面 楊岳桥带领 在这里说要和政府 政权抗争 这个挺好笑的 记得你这人 有什么 法官 陈庆韦 问到公民党的记者大会内容是什么 赵家然就说 由他们的党魁楊岳桥 带领他们几个弹散代表 去见记者 而他们会觉得 在未来的立法会选举之前 做这个记者会 当然有必要 希望在选举之后 可以行使他们的立法会的权力 他们会和政府和政权抗争 而他们会运用权力 去否决一些议案 这位置很曖昧 包括财政预算案是否无差别 当然 这班人的司马超之心 是路人皆见的 这班奸人坚 他们是很狡猾的 我没有说过是 连财政预算案 我没有说过是什么无不无差别 我是和政府抗争 你奈我什么河 我没有这么说过 吹什么 他们这些人是很滑头的 那又是我们法律还法律 我们知道这班人的洞路 他们想做些什么 但是他们没有亲口这样说 或者没有白纸黑字做记忆 我们又咬他不入 但是接下来自家人 有没有些惊天动地 浮鬼神的东西再爆出 或者当然官 你也可以看他们之前做过些什么 再说到 而他们都会承诺 会参与整个民主阵营的协调 他说这就是大致上 他记得的重点就是这样 我们都留意着 什么叫积极参与 这些字眼是很曖昧的 究竟是不是你的积极程度有多积极呢 可能你跟人说 给你心机 我只是给你心机 你这样是多积极 是的 有些年轻人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原因 好了 我们来看看阿萧 其实老实说 阿萧自己在台湾地区 他似乎都会就着这件事 我估计 说回一大论 做节目 当时如何帮他们 可以怎样自吹自泪 那件事 不过我想阿萧来说 都应该不会说要回香港 至于明白什么事 一来又没有了那个道德高地 因为他在台湾那边生活 就被人觉得他好像是很担心 一回到香港就会被人抓 如果回到香港不抓你的话 那又显得 咦 那你是不是炒车啊 那回来做什么呢 你说回来真的抓他的话 他要还押也好 蹲监也好 被起诉也好 又不离得开香港 又是麻烦 那他又不是没钱 那在台湾生活的 又不是说真的 对他来说很大负担 可能更加轻松 再者 他在香港有搞过什么 时代冰室 这样那样 他们最主要说什么 蛛连狗族 又说什么 连你家人都不放过 还是什么白色恐怖 就算你这间 时代冰室 吃到人家 有没有说 叫食环那方面 拉人封铺 扑了你家 做不住 又有没有 没有 所以他们说的 已经是炒炒地车 如果你当自己 要亡命天涯 那时候阿萧 又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令到你在香港的生意 都变得搞不定 还有上网买的种 甚至乎在台湾有些产品 来到香港 再卖给他们 也有的 不单是杜汶泽做的 还有阿萧 真的在台湾 有些人帮他做完 送回来 更加正宗的口味 也有 你说是否不让你做 不让你入口 赶索你 也没有 也被你做 所以他们这群人 其实自己说的 什么疑神疑鬼 准备 拘捕你 都是站不住脚 你心清眼睛 看一看 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 阿萧一定会说到 自己是成王成孔 不敢回来 又说到 什么政权 追击他 会不会 我觉得有机会颇高 好 我们一起期待 赵嘉然还有什么爆了 其实呢 今天来说 在下午还有其他事情 例如牵涉到其他 Facebook内容 有机会我组织好 有些资节太多 满蛋的 我就不说了 到时 和大家一起分析 喜欢这种形式 去说回今次案件的朋友 希望你留言告诉我 我会参与一下 看看如何 如何再精妖一些 去说回这一宗初选案 我觉得是多值得 去做回一个系列 就像现在这样说的 整件事 这个审讯的来龙去密 尤其是焦点 就是这16个不认罪的 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个挺过瘾的 好 我们今次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